2016年一段曾经震惊全国的暴力强拆事件 令海口市英秀区的政府备受诟病 最近英秀区政府副区长李明被当场抓奸的一段视频 再次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11月19日根据一段网络视频显示 一名佩戴专业设备的男子将一扇门户强行打开 此时一名女子正坐在室内的沙发上 一名中年男子也很快被外来者从卧室内揪出来 并暗倒在沙发上 几名外来人员似乎要对这个男子进行抽打 随着拍摄者将镜头一转 此前坐在沙发上的女子已经出现在镜头前 似乎是要喝止拍摄者继续进行拍摄 这些外来人员搜出了中年男子的身份证和工作牌 身份证显示这个人叫李明 男汉族出生日期是1973年12月15日 胸卡则显示李明为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副区长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自2011年起 李明担任河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司法局局长 2012年转任秀英区西秀镇镇长 自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 历任秀英区海秀镇党委书记镇长 镇党委书记等职位 自2016年9月上任秀英区副区长 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明最近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是今年9月 是他跟随秀英区委书记 福永到区信访中心进行街访活动 而镜头中的女子的身份也被网民扒出 此人是海口市秀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 党组书记局长武丹 并贴出了武丹此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的视频截图 根据公开资料 武丹自2012年10月进入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工作 先后担任长流镇政府项目办主任副镇长 副书记镇长 值得一提的是长流镇锦林李明曾任职的西秀镇 2020年11月 武丹升任秀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城市运行局局长 2021年12月 武丹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确定为 32名最美公务员之一 李明和武丹任职的海口市秀英区 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2016年河南省海口市在全市乡镇掀起了大规模的强拆运动 当年4月底 海口市当局对秀英区长流镇琼华村进行了暴力强拆 遭到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 同时全副武装的强拆人员也残酷地殴打和电击当地的民众 视频被曝光之后引起舆论的哗然 事发之后根据秀英区的官方通报7名村民曾被治安拘留 时任海口市秀英区区长黄洪如 在长流镇工作不力被免职 而此时武丹正在事发地的长流镇任职 同年9月时任海秀镇党委书记的李明上任秀英区副区长 去年海口市秀英区再次爆出丑闻受到舆论的关注 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村片区的棚改项目 曾经被海南省政府列为重点项目 就在秀英区长流镇发生暴力强拆事件的前一年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新海村召开了新海片区棚改项目 房屋征收动员大会当局拟征收面积为1277.65亩 涉及征收户数为2200户 根据中国房地产去年报道说 该项目已经是豆腐渣工程 据当地的村民披露说 该棚改项目回迁住户几乎每家都有渗漏等严重问题 这次是棚改项目的棚改项目